来跟进台风杉杉登陆日本的后续消息 这一股风暴横扫九州移向了四国一带 风力逐渐减弱 但四处都是灾情 目前增加到五个人死亡 有94个人受伤 九州新干线和西九州新干线全面停驶之外 600趟国内外航班也受到影响 就是通知我们去退票 然后我们又重新订机票 我们也很烦恼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在日本又多待了一天 后来看得到新闻 新闻说我们台湾的飞机 根本就没办法下来日本 对于九州西南部的福岡市风暴来袭 居民足不出户 商店大门深锁 街道一片冷清 气象厅指出 台风杉杉从九州移动 预计将会在周末 袭击东京在内的中部和东部地区 日本气象厅表明 由于台风杉杉移动的速度缓慢 各地将会持续降雨 宫崎县沙野市 在72个小时之内 出现了超过880毫米的降雨量 是全年降雨量的1.5倍 静岗市的雨量则是 以往8月的2.7倍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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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